自古以來是什麽文化你都浪費 你自己悶心自問一下 自己從小到大生存的環境 還有你的文明有很多小節的東西 其實你不要以為 好像所謂的天朝大國那樣 講到天那麼大才能,絕對沒有這樣的事 但你看到英國那裡 今天大概三五度左右 一邊走一邊熱 所以就不要覺得很冷 你說英國是否通貨膨脹很嚴重呢 就是以前你大概磅半兩元 在私藝市場買到一個披薩 可以回去做烈食那樣慢慢吃 現在要五磅了 所以是貴了 那你對於窮人來說 對於基層人士來說 是一個很難頂的地方 有些年輕人來到英國 我聽說他們都比較難做 他們也都不可以做客工 也都需要很多人的幫助 那麽多謝這裏很多的有心人士 還有他們的教會 還有他們的教會 好好幫助 我其實都很呼籲 很多在英國 甚至世界各地的人 關心一些流落異鄉的一些年輕人 我主力的 我最能夠合到的地方就是台灣 想我台灣去做多一些這方面的事 那麽多謝尤其這方面 很多好的教會 能夠在這方面多多努力 去支持這方面的一些年輕人的生計 至少他們給他們有機會 有機會生活 那麽這裏就和台灣有所不同 台灣的話呢 你就需要靠讀書 要加學費 那麽這邊的人呢 不是個個都需要讀書 因爲讀書好麽鬼 那麽所以可以做到的地方就是打工 那麽他們由於他們 沒有那個所謂的 就是去申請 譬如說申請做assylum 那麽你申請難民 未批之前呢 基本上不是隨時給你打工 你申請批了assylum呢 就可以有機會可以打工 這個就是分別的所在 那麽你說 是否有些更好的處理呢 可能會有 我不是很熟英國方面的法例 但我聽聞就是說 有些人是受到一些比較 苛刻的條件 所以就是也都需要人的幫助 希望自己力所能靠的地方 多些幫忙 來移民到英國的人 很多都加財萬貫 他不像來台灣那麽樣 台灣人呢是比較窮些 那麽你說去英國的人是比較有錢一些 就是一般來說 不是說個個都是 這間叫做Princess Louise 這間Pup他們都好出名 是可以這樣說 是可以這樣說 大家都勉勵地生活 希望大家的生活都平平安安 這個是重要 那這間銀行來的 Network 就是 向英國銀行開戶口呢 也都不是想像中那麽容易 很多是台灣的人覺得 喂 台灣銀行開戶口 開上三個小時 接著我跟我英國人 在英國的香港人說 三個小時那麽快 他說呢 三個禮拜 兩個禮拜批出來開戶口 再等多一個禮拜 才給你全體寬 那這個是相當難堪 所以就有很多不同地方 你要適應當地的生活 沒辦法 試試用香港的標準 或者那個準則是給的 那你敢給法就沒得給的 就是永遠都是有些地方 香港好有些地方香港好 那給法是對現實生活的適應是沒有益的 Sainsbury Local 那這個就是 出名的超市 那英國的超市 有Tesco 有Sainsbury 也都有其他 Tesco比較Local 如果需要一些Asian Food 或者杯麵之類的東西 Sainsbury可能會幫到網 那他們現在通常 個個都用機 自己用機器 不給信用卡 全部是contactless 或者是插信用卡 有些很多都不插信用卡 他們用這個手機 都幾乎可以支付完成 他只得一個人 在那個地方 你看這個地方 他只有一個人 在這個counter 是負責收現金的 就是這個Lottery 和BuckeryLottery 這個地方 下面一個收銀員 是請一個人